俗哥说电影 方有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惊悚片 屏住呼吸 影片一开场 专门干入室盗窃的胡子哥 小白脸和金发妹正在做案 小白脸说我再冲真一遍 咱绝对不能偷现金 盗窃的财务也不能超我一万 不然警方一立案 咱全都得进去核心案 由于这些受害人家里的防盗系统 都是小白脸爹地的安保公司案中 因此他们每次都能全身而退 转场之后 胡子哥正在跟肖赃犯交易 这世界上所有的肖赃犯 全是大不难 他们知道你手里的东西来路不正 所以每次都拼命的押向 搞得胡子哥很是不爽 不过胡子哥这次 还是有点意外收获 他从肖赃犯那 得到了一条重要的 发财致富的信息 随后胡子哥着急 小白脸和金发妹开了一铺论会 胡子哥说这是王的白脸 这孙子家里的安保系统 正好是你爹地公司了 我已经查过了 这王的白是一名退伍的老兵 家里除了他和那条狗 什么人都没有 据说在几年前 一个富家的钱金开车 把他闺女给撞死了 后来这千金家里 赔了王的白几十万美元 咱要是把这个项目给拿下了 那以后就可以吃香的喝辣 小白脸说这活不能干 超过一万美元就属于盗窃罪 一旦被抓 至少得喝十年的期盘 太不划算了 虽然胡子哥和金发妹想干 可如果没有小白脸的技术支持 根本就玩不算 小白脸回到家 收到了金发妹的一条短信 金发妹说 我必须带我妹妹离开那个家 就算是为了我就答应了 这小白脸惦记金发妹 可不是一天两天 不过遗憾的是 这金发妹是胡子哥的女朋友 为了让自己的女生高兴 小白脸触破底线 准备办案 这金发妹之所以想带着妹妹离家出走 是因为自打她爹地离开之后 她妈咪就开始破坏破坏了 整天带着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回家 而且也不上班 人家都是啃老 踏着啃小 这金发妹是实在受不了 转过天 三个人开车到王的白家附近踩点 意外的发现 这王的白居然是个盲人 原来王的白在海湾战争期间 不小心被一颗手楼弹炸得看不见 到了后晚夜 三个人开始行动 他们首先用一根掺了蒙汉药的回头肠 把那条看家狗给弄不穿了 不过王的白的安全意识非常强 甭管是大门还是窗户 都锁得是阶级实实 小白脸从他爹地那儿 偷来的钥匙根本用不上 不过智者千里必有一时 三个人瞎寻慕了一会儿 终于发现了王的白的一个破坏 金发妹从窗户里钻进去之后 首先利用小白脸带来的遥控器 关掉了王的白家的警报 然后打开门 把小白脸和胡子哥放了进去 紧接着三个人就开始在屋里下悬梦 可找了半天 蹦子也没见着 为了便于行动 胡子哥来到了王的白的卧室 在屋里释放了自制的麻醉型烟雾 这个时候 一间上着大索的屋子 引起了三个人的注意 可胡子哥费了半天的劲也没弄开 这哥们一挤一把枪也掏出来 把小白脸和金发妹都吓一把 小白脸说你这兴致可就变了 这活没法干 哥们先撤 胡子哥这边刚把门给打开 听到动静的王的白突然出现 哎呀 要说王的白比他那条狗的抵抗力要强得多 而且还自带净化器 把毒气都给过滤 胡子哥说孙子你啊别动了 动一动我就要了你的命 虽然王的白的眼睛看不见 但却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 他一听胡子哥说话语无伦次 就知道这孙子怂了 于是步步逼近 趁着胡子哥心坛夜晚的时候 上去就掐住了对方的脖子 王的白说你们来了几个人呢 胡子哥把胸盒一把 说就我一个 大白啊年轻人都会犯错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把我放了得了 面对胡子哥的苦苦爱求 王的白没有丝毫的犹豫 一枪就让胡子哥嘎了屁 胡子哥这一交饭票 可把金饭没给吓敲了 听到枪声的小白脸 刚准备回去看看啥情况 差一点就跟王的白撞上 王的白凭经验判断 认为这活肯定不是一个人干 王的白把屋里所有的门窗都给放死了 就在金发妹瑟瑟发抖的时候 王的白突然当着她的面 打开了保险柜 哎呀这密码还能显示在屏幕上 我也是醉 幸福来的太意外 这金发妹有点人惨 这个时候小白脸鬼鬼祟祟的摸了过来 金发妹打开保险柜 拿着钱就打算跟小白脸一起撒子聊 可他们刚走到门口就撞进了王的白了 两人眼睁睁的看着王的白 替胡子哥收拾 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 这个时候小白脸无意中踩响了地板 当时就被正在忙活的王的白给听见 自打失明之后 这王的白的听觉和嗅觉变得比狗还领 甭管是苍蝇放屁还是蚊子撒鸟 他都能插诀刀 也搭上这三位是汉鸟 王的白提鼻子一蚊 就觉得不对劲 他顺着这股臭味用手一划了 才意识到这屋里确实是有其他人的 这时候他机灵灵打一冷战 急忙打开保险柜用手一摸 发现里面是干干净净 一分年都不剩 小白脸和金发妹摸到地下室 正在找出口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一个被王的白绑架的女孩 女孩把一张简报举到了面前 金发妹一看 原来这女孩不是别人 正是撞死王的白女儿的那位富家千金 两人就像富家千金刚准没离开 就被王的白手朱带兔给堵过了 这王的白二话不说 凭着感觉叮着光当就开了枪了 这富家千金由于躲得慢了点 不幸中难领了二话 当王的白发现富家千金被自己给杀了 哭得是撕心裂肺但却没有异地的眼泪 为了能顺利地干掉屋里的不足之客 王的白把电闸给拉了 黑暗的世界是属于王的白的 小白脸和金发妹失去了唯一的优势 被王的白追的是屁股尿尿 两人刚跑出地下室 突然发现王的白那条狗正冲着他们暗松秋波 似乎有话要说 接下来是一场追逐戏 王的白和他的狗一静一动 你俩配合的是天衣无缝 把小白脸和金发妹彻底给吓尿 鞋都被拧掉 哎呀 两个正常人让一瞎子追得满世界跑 这事还真跑着 经过短暂的反思 小白脸认为 逾其被动的挨打不如主动出击 他王的白再牛白可毕竟看不见嘛 可等一交上手 这小白脸很快就被虐成了 金发妹带着钱打算顺着通风管道逃跑 可那还能跑得了 王的白一个老汗吹翻 就把金发妹给东圈了 哎呀 试问谁能一夫当官万夫不开 唯有战身王的白 当金发妹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自己已经被王的白给锁住 接下来是坏蛋的陈述事件 王的白说 富家千金撞死我女儿本应该坐牢了 可就因为他家有钱 所以法院把他无惧失望 你说我的心理能平衡 我绑架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让他帮我生孩子 这叫一命还一命啊 可你们的出现把我的计划彻底打乱 富家千金已经怀了我的孩子 一尸两命你们说该怎么办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你替我生孩子 金发妹说你个死变态怎么这么没人性 简直就是一件人命 王的白说大妹子你放心啊 我不会跟你没人命 我都是采取人工兽性高科技 就在王的白准备施暴的时候 回过神的小白脸及时赶到 两人把王的白铐起来之后 刚准备撒得了 可万万没想到这王的白 挣脱了手铐 一枪就把小白脸给干掉 哎呀 王的白这眼神这枪法 当时就把金发妹看傻了 此时的金发妹意识到 王的白则是彻底的成功 急忙带着钱开始固图不固定的逃命 虽然王的白的眼睛看不见 但他那条狗的眼神好 而且刚才小睡了一会儿 这体力也出门 把金发妹追的是上气不接下气 金发妹这边刚摄了个小圈套 把狗给困住 王的白就赶到 一个力披华山 就把金发妹给足弓圈了 再次回到熟悉的地方 金发妹是百感交集 复杂的心情简直是没问题 这个时候 他突然看到了小白脸手里的妖妓计 随着警报器刺耳铃声的响起 王的白马上就开始断口 哎呀 闹了半天 王的白的死穴在这儿 趁着王的白找不着北的时候 金发妹一顿批头盖 终于把王的白给摆平了 并且在警察赶到之前 带着钱撒子聊 转场之后 金发妹带着妹妹小萝莉来到了机场 在电视新闻里 他再次见到了王的白 原来这王的白只是受了点倾尝 而且还成了打击入室盗窃犯的英雄 此时金发妹意识到 一分钟也不能再带了 急忙带着妹妹远走高飞 开始了新的生活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堂食一下行吗 如果自身没实力 千万不要下棋 一旦遇到高高手 瞬间让你嗝了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